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的内容呢 我们从都市的社区来谈公民电场 那这一集呢 我们是从偏乡来看公民电场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请请来跟我们一起聊 偏乡的公民电场 哈喽 嗨 姨好 我记得你好像是都市的小孩 所以你去采访的是哪里 我去采访的偏乡是彰化县大城乡的台西村 那我自己本身是高雄人 那因为小时候住在乡下的关系 所以其实也有去经历过农村的生活 但是我去台西村的时候 第一个接受到的感觉 其实台西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那在我们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的访谈里面 其实我们遇到的村民的人数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三五个人左右 你说多久时间以内三五个 大概一个下午 二到四个小时以后 一个下午才三五个 而且应该都是长辈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彰化 尤其是像彰化的偏向像台西 应该就是人口外移非常严重的地方 那如果照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有别于社区都市的社区 那乡下偏向的地方 它应该是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应该更为紧密 是吗 是其实 因为我们 就是我们那时候受访者许大哥 他有带着我们到台西村去 简单的绕了一下 那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其实他 虽然我们遇到只有三五个人 但他跟村民之间都是认识的 就是他们应该彼此间都还蛮熟悉的 所以他的凝聚力可能会比社区 都市社区会强一点点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上一集节目呢 有请令如能来聊 他所认为的公民电厂 那不小的请请你来这边来看公民电厂 你是怎么样的感觉 我自己会认为说 公民电厂它的初衷 其实是希望去凝聚社区的情感 那不管是在都市或是在乡村 那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希望透过公民电厂这件事情 然后让所有跟这个社区有关系的人 都来做参与 然后去创造一个可能潜在的利益 那同时它还是对环境 比较友善的一个发电方式 那我提到就是说我在书中呢 有看到你提到的推动公民电厂 有些要件包含人啊 财务啊资源等等的 那你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是所有权跟人 那所谓的所有权值的是 像我们比较多普遍 都是在参与公民电厂计划的时候 目前比较容易参与的方式是透过出资参与的方式来参与 这样子的计划 但是当你只是出这个资金的时候 太阳能板跟你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的 那所谓所有权就是 他们透过这种凝聚社区的方式 让出资的人 然后跟装设的地点 因为都是在他们家 然后也是有他们厨子 然后去连接这样子所有 就是简单说就是 你觉得那是你的东西 所以你才会想要照顾它 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说你知道电从哪里来 因为上一集节目提到公民电厂 其实希望是大家能够参与发电啊 跟电来源的地方你可以有参与感 那其实这部分又多增加了一个是 你知道你所使用的太阳能板呢 其实不仅电它是从哪里来 这个太阳能板跟你又有是你属于你 你可能与它有份 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观念 可能又是比较强烈一点点 对 哇越来越有趣耶 那我觉得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上段节目呢 我们提到有关于公民电厂的所有权 它这个英文词是一个ownership的概念 不管你的太阳能板 或者一些相关的发电的设备 其实你是拥有的其中的一份子 它这个其实某种程度 它算是会蛮强化的 大家在投入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这样 是 就是它其实想要强调的就是 当它跟你的生活有更密切的相关的时候 例如太阳能板就在你家屋顶上 例如它发的电就是直接可以回馈给你 那你就会自然而然想要更去了解它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去照去协助照顾太阳能板 我维持它的干净 我维持它的转换率等等 我相信它某种程度也会强化大家去节省能源 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可能店来得非常的容易 我们开个灯开个冷气就可以快速的取得电 但是我们对于电的节约跟掌握电的来源的部分 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密切强烈的感觉 那某种程度它也会影响台湾在能源转型以及永续的部分 那最后啊 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想问 你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 我们在台西村参观跟采访的时候 在我们整个采访旅程的最后 许大哥带我们到了台西村影像馆 那这个影像馆是当他辞职回来筹备公民电厂的时候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个计划 那这个影像馆它是揭续他们之前出版的南风摄影集的概念 把南风摄影集里面的展品 然后回到台西村里面去做展览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哦之前南风这个摄影集在外面 在台西村之外的地方有很多的展览跟演讲 但是村里的阿伯阿姆他们都还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想要把这样子的概念移回来 这个地方它其实它大概在一两年前 它都还是一个非常破旧没有人使用的房子 但是这一两年的时间 他们都用邻里就是互相帮忙 然后去把这一整个影像馆盖起来 重新整理起来 那它变成是一个他们平时联系感情 然后甚至进而变成说他们常会在那里聊天 然后甚至是讨论公民电厂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概念呢就有点像是 公民电厂对台西的概念了 因为过去呢在之前南风展也有在台大展出 也有在其他地方展出 其实南风展是比较一个灰色黑色的 因为它表达的其实是污染对于台西村所带来的伤害 可是呢这次的公民电厂其实是注入台西村一个可能的一个活力 等于说促进这个社区去做一些翻转 那我觉得这跟你刚刚所提到的影像馆 在于台西再重新开张 以及公民电厂对于台西的概念 其实就某种程度是一个 好像注入一个活力跟可能跟一个希望 因为有点翻转就是我们过去可能 然后台西就是一个人口外移很严重 然后其实是一个污染很多的地方 我相信这也是会让我们有不同的省思跟想法 那更多的内容都在我们这本出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由春山出版社跟台大风险中心共同出版 那欢迎大家六月的时候 就可以在各大书店来购买这本书 谢谢大家